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陆阳 欢迎大家 首先让我们欢迎重逢见证团的各位成员 欢迎陆老师 欢迎西林老师 欢迎叶玲 同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一起参与我们节目互动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第一位主动美国人 有请 我叫小婷 来自天津 朋友们都说我是个作女 今天作女也知道做得太过分了 我今天来是想找回被我弄丢的爱情 大琪 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备胎 我要用一辈子去爱你 欢迎小婷 看你年纪还挺小的 今年多大呀 我22岁 大学刚毕业 才22岁 现在工作了吗 还没有 下个月入职 那其实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但是你有对过去有一段割舍不掉的爱情 那又是怎么被你弄丢的呢 我的朋友都说是我太作了 他们就觉得我不懂珍惜 得到了就很任性 你觉得你自己比较任性 那刚刚你自己说的备胎又是怎么回事 你不会脚踏两只船吧 那倒没有 其实我也对他挺好的 他也是我男朋友 但是他有的时候吧 就是太木讷 有点无聊 然后话也不多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其他男生去吃吃饭什么的 我觉得其实也挺正常的 那毕竟我选择权还有很多嘛 有很多男生喜欢我 假如说你的男朋友跟其他的女生吃饭呢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他是肯定不可能和其他女生去吃饭的 他为什么不可以 你就可以 为什么人是不平等的 你有这个权利他就没有呢 那他太木讷了 跟他待着特别无聊 那我又漂亮又自信又开朗 他跟我待着多好啊 他为什么要跟别的女生 小婷一出场 就引发了现场嘉宾的争论 一个木讷无聊的前男友 和一个自认为开朗漂亮的小婷 这样一段感情出得好 是动静互补 浪漫满屋 相处不好就是大吵小闹 鸡飞狗跳 今天小婷与前男友的感情 显然属于后者 而令在场所有人惊讶的是 这段感情竟是充满优越感的小婷 主动发起的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是谁追的谁啊 其实还是我追的他 你追的他啊 对 就是有一次我们俩在那个体育馆 我和朋友一起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男生 在那教女生跳舞 朋友就说 你看那个男生跳得多好 长得也挺帅的 当时我的朋友 他们都有男朋友 只有我是单身 然后他们就怂恿我说 停 你看你能不能追上这男生 你要追上了 我们每个人欠你吃一学切饭 然后我一听着我就说 那有什么追不上的呀 然后其实当时也只是当玩笑话 说说就过去了 后来是有一次我在学校买饭 然后我偶然看见一个男生 特别眼熟 我再仔细一看 那不就是大棋嘛 然后我就排到他后面 就跟他搭话嘛 我就说 嗨 我是那次看你跳舞的女生 我觉得你跳得挺好啊 然后他就笑笑也不说话 然后我觉得他话怎么这么少呢 然后他越不说话 我就越想去让他说话 然后我就继续说 我说我叫小婷 我是英语专业的 然后我说你是哪个专业的呀 他这次去说两个字 电子 他越不说我就越想逗他 如果换了我 等我得知追我的女孩子 并不是内心真的喜欢我 而是为了面子风光 而来追我的时候 我会非常失落 非常伤心 我的至尊无地之路 这个打赌它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也是经过后来了解认识 我们去在微信上聊天 慢慢了解他在一起的 这个开始不是那么重要吧 我们后来也有相处 小婷 你真的喜欢大琪吗 我喜欢呀 那你说他是比较被动的那种人 你们是认识了多久之后 聊到什么程度在一起的 我们是大二那个冬天在一起的 当时冬天嘛 特别冷 然后我们在街上走 我跟他说 我手好冷啊 然后他就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放进了他的口袋 那一刻我觉得我的手很暖 我的心更暖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在一起了 后来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呢 两个人感情怎么样 你还有没有去捉弄他呀 或者是什么 那肯定有 因为有的时候吧 他太不爱说话了 那我就逗逗他呗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俩逛街 然后旁边有卖炸蜘蛛 炸蝎子 炸蜘蛛了的 我一看也觉得特恶心 但是我转念一想 大琪曾经跟我说过 说他小时候对蜘蛛有阴影 然后我就特别想捉弄他 我就说 大琪 你把这个炸蜘蛛吃了吧 然后他就不想吃 我说你不吃你就是不爱我 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我就走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追上我 手里拿着一个炸蜘蛛在我面前吃了 哎呀 但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过分了 因为我也是很怕蜘蛛的人 要是有人逼我吃蜘蛛我会觉得他是在刻意的就是冒犯我 可能会不高兴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通过一切的方法就是想证明他在乎你 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起看电影啊 我想看爱情片他想看科幻 那我就觉得咱俩这三观太不合了 那这以后怎么生活啊 那分了吧 啊 这样就要分手啊 那这个三观问题 这叫三观 你知道三观是什么 世界观 价值观 还有什么观 电影观 还有电影观吗 那你这点事都不能听我的 你像类似的分手分了多少次啊 哦 这个 五十次啊 我也不太记得 但是我后来在大琪的日记里发现这是十八次 十八次 谈了多少时间 谈了两年 两年十八次 够多了 十八次还多 我觉得女孩子嘛 撒撒娇 你是可以的 这不是撒娇 爱情这一点玩笑不能开 我们经常说 有时候论线 滚吧 分手 等到哪一天你让我回来 我已经滚很远了 不来了 他不敢分手 分手只能由我来提 他凭什么不敢呢 哪个文件规定的 只有你提 男的就不能提 你的爱情观是有问题的 他凭什么一定要爱你 凭什么一定就离不开你 你这样的 因为你刚才显然让我感觉 他是离不开我 他必须爱我 凭什么 你是七仙女啊 你是白娘子啊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有魅力 另一方面可能也跟他的家庭有关 他的家庭是母亲独自把他带大的 他三岁的时候 爸爸就和别的女人走了 然后他妈妈也没有上过什么学 只能给人家当保姆 又要当保姆 又要带孩子 这样的保姆很多人家都是不愿意要的 如果一个男生有这样的经历的话 你还真的要多关心他一点 多呵护他一点 我发现你刚才在讲述这一段的时候 你的表情 我希望你自己收看本期的《好久不见》 看一看你刚才的表情 你自己怎样的一种表情 怎样的一种口吻 听了小婷的讲述后 现场争论再度升级 在这段爱情里 小婷有恃无恐 屡次作闹 而前男友大琪步步忍让 那究竟是什么事情 碰触到了大琪的底线 让他忍让了十八次分手后 彻底放手呢 那是今年春节的时候 当时放假了嘛 我们俩就异地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但是那天我从下午打到晚上 他一个都没接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然后后来他终于接了 他跟我说是家里的亲戚来了 那个亲戚好几年都没见了 所以他就没有看手机 那我当时就特生气 亲戚由我重要吗 而且我手机号你也知道 你都不能 手机没带 你都不能拿别人的手机吗 那你这就是不在乎我的表现呀 然后我当时特生气 我说了一句 你这个有爹没妈没教养的 然后他就把这个 你有很多人想拿来 他就跟他一路温过 让他再来 这我会来 有那个 那眼神 就真的 这 我 就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也觉得这话说得有点过了 你有没有去跟他道歉呢 我这次事情之后我就主动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我就问你为什么挂我电话 你不是先跟他道歉 你是先质问他为什么挂你电话 我打电话本身就是一种道歉了 你这种表达实在是太宁了了 太高难了 那后来你去质问他了之后 他是什么样的反应 他应该会更生气吧 他说你打电话就是为了来质问我的吗 然后我又问你为什么挂我电话 他说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 他当时的语气是什么样的 我感觉他有点心如死灰 你当时害怕吗 我也不想失去他 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想重新找回他 那之后你们俩分手了之后 你还有没有尝试过再打电话呀 或者找朋友说和其他的方式来挽回 我后来又打电话就打不通了 显示是空号 然后我就慌了 我就去找他朋友 找他工作的地方 但是他们都说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可能真的是 他已经被伤透了心 我觉得大琪不会那么容易放下我吧 我都没有放下了 我觉得小婷心里根本就是不爱大琪的 她说她对大琪是因为 大琪为什么喜欢你 你当时说了两点 你说第一点 你很有魅力 第二点是因为她从小的家庭环境不好 你很可怜她 你希望能够让她 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更加地快乐一些 这个观点我不同意 这一点我们一分为二 小婷内心还真是爱大琪 只不过你的爱有点怎么样 你的爱让人家去受不了 你确实想改变自己 但是你的智力行间偷出的还是在高高在上 非常的自我 你自己感受到了 我可以断言 这个男生今天不可能 而且 小婷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不要找大琪了 康美三七粉提示您 稍后更精彩 康美三七粉提示您 精彩继续 好久不见 由康美药业 康美三七粉独家冠名播出 康美三七粉 看得见的好品质 我可以断言 这个男生今天不可能 而且 小婷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不要找大琪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把这个刚大学毕业 马上要进入社会的小女孩给吓到 其实今天她来迈出的这一步 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而且我们不要替小婷做决定 我们也不要替大琪做决定 那都不是我们分内的事 然后我们只是希望小婷能够听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些话之后 不管再面对爱情和生活之后 都能够用一种更妥当的方式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小婷 你会改变吗 我想我会的 这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假如说从这一刻是一个新的开始的话 你愿意做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想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任性那么作 我会更好好的爱她 体贴她 体谅她 理解她 那接受到你的重关委托之后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心愿 所以我们去找了 但是先来看一看学人短片吧 小婷 你好 我是重逢使者正风 根据你的描述 你的前男友大琪 现在消失在你的生活当中 如果想要找到她 我们还是得从她之前的生活入手 所以我来到了沈阳 找到了大琪之前工作过的舞蹈教室 走 我们现在进去打听一下 老师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我们有个委托人叫小婷 想寻找她的前男友叫陈琪 都叫她大琪老师 她之前是教舞蹈的 说是在您这个地方教我舞蹈 您还有印象吗 陈琪在我这儿上课 上个月的时候 我还想给她打电话 让她回来再上课 结果电话都打不通了 陈琪 对 都叫她大琪老师 听说但不太熟我跟她 如果你要是真想找她的话 你看看附近 就我们这一圈 黄鹿这一圈 你看看别的艺术中心 基本上都是跑课的老师 所以流动性很大 走吧 那我们再上其他的学校去看一看 打听一下 你认不认为一个叫陈琪的 一个叫大琪的老师 我那家 我不太知道 没有 没有 我们家没有 老师你好 你好老师 请问您一下 您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陈琪 这大琪的老师 有的有的 而且这个老师不错 在我们这儿交得也非常好 那这个大琪老师 有一个女朋友叫小婷 您知不知道 这个我们知道 但是这个女孩脾气不是很好 他们俩老吵架 这个小婷呢 委托我们节目组 想找到这个大琪 您看啊 但是 这个事吧 我真的希望你就不要管这些人 还去 请回吧 因为我们现在很忙 现在上队 值得高兴的是这家学校认识大琪 但是遗憾的是 一听说是小婷来找大琪 这家老师直接就拒绝了我们 甚至都下了逐客令 我想了一下 我决定要把小婷的所有的想法都转达给这个老师 希望这个老师的态度能有所改变 走 我们再进去一趟 不好意思 我又来打扰你 什么 是这样的 老师 我想了一下 我的任务呢 就是帮助小婷去 就是说服一下这个大琪想找到她 我感觉您还是这事 因为这个女孩脾气太不好 好 是这样的 老师 你看啊 他希望呢 大琪能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 你看咱们老爸都说了 这宁拆十座妙不回头 不拆一个分 对对对 咱们 行 那我老太看你自己挺不容易 你这样吧 我也得跟他说一说言 劝一劝 好不好 对对对 我怜悦我再跟你 我再怜悦你 好 时光流逝 真情有在 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忘不了我们这两年多来的 甜蜜 我还是想找回他的 我不想失去他 我曾经太任性 太作了 我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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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来 没有个平静的想我们再等等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精彩继续 好久不见 由康美药业康美三七粉独家冠名播出 康美三七粉看得见的好品质 想要了解更多台前幕后故事 欢迎拿起手机 点击微信摇一摇和我们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才过来的 真的 我今天非常尊重你们两个人的重逢 但我对你们两个人没有重逢 这是我在好久不见栏目当中第一次 因为你们两个人今天虽然重逢了 但是能不能破镜重圆 再继续以前这样的练起 我实话实说我并不看好 因为你们需要共同的成熟 还需要共同的成长 特别是小姐 如果不改变的话 即便今天走在了一起 明天她依然会和你说在这里 你们还能不能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评价 你们自己走走看吧 在这里我们祝福你们 也送上康美邀业提供的康美三七粉 大家好 我叫莉莉 在过去的两年里 我已经相亲一百次了 今天来到好久不见 是想找我已经分手两年的男朋友 我想告诉她我还喜欢她 如果她也一样还喜欢我的话 阿良 那我们就结婚吧 欢迎莉莉 欢迎莉莉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刚刚听了 就是你的那些霸气宣言 我感觉是特别的意外 又是找前男友 又是已经相亲了一百次 你是特别恨嫁吗 倒也不是 是之前我男朋友跟我求婚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答应 你真的相亲了一百次吗 是 你看我的眼睛不大 但我已经努力真的很大了 那也就是说 你平均一个星期就要相亲一次 你有没有考虑去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啊 其实我相信这也是挺累的 你为什么要相亲一百次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一会儿具体原因呢 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那你相亲了一百次 认识了那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男士 没有一个你喜欢的 你还是念念不忘你的前男友梁哥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 就是小区里面的一个超市 那个超市呢 是一个老大爷开的 他那个店里就是不能微信 也不能支付宝 我当时身上那个现金带的不够 所以就特别尴尬 是他出面帮我解了尾 后来就加了微信 就这样一来二去变手机了 然后还他钱 他也不收 非说以后让我请他吃饭 哇 好聪明哦 那你请他吃饭了吗 对 请他吃饭了 但是呢吃饭之后 每次都是他抢着买单 哦 他抢着买单 这个人套路好深哦 就是一个是借钱加微信 然后吃饭 然后又是创造机会 然后又 然后这一次他付了钱 那下一次你又想 那还得那个一来二去 我还得再回请他 是不是后来又吃了 这个说好像是 然后大概吃到 第十来次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说要不然我们 试着交往一下 那也就是说他请你吃饭 他是有目的的 嗯 我们现在也明白了 其实有好感就请你吃饭 那当时你答应了吗 因为 给你表白的时候 因为在这过程中 我对他其实也是有好感的嘛 如果没有好感的话 之后就不会再去吃饭了 对 所以就同意了 就是在这过程中 你慢慢从 就是认识到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的爱好啊 和我的兴趣 我觉得有很多共同点 当时相处的过程开心吗 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我们相处也挺融洽的 他对我也很好 嗯 有一次就是去一个网红餐厅吃饭 那个餐厅呢 就在一个胡同里面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 嗯 因为梁哥这个人 他特别喜欢女生穿高跟鞋 有时候送礼物的话 送我就送我高跟鞋穿 嗯 那个吃完饭之后 我就想起那个 我的野蛮女友 我就想整治一下她 然后就说 我不小心我把脚崴了 嗯 我就让她穿我那个鞋 一开始当她死活都不带穿的 我说我脚崴了也走不了路了 后来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呢 她就勉强穿上了我的鞋 嗯 因为她个子很高嘛 一米八的个 我那鞋是三七码的 等走出这个胡同的时候 她脚都已经卡红了 然后她就说 哎呀 从此之后她就知道 女生原来穿高跟鞋 都是很辛苦的 从此之后 就再也没让我穿过高跟鞋 两个人一直相处的 也都很甜蜜 那就渐渐的 要谈婚论嫁了呀 你们怎么会分手呢 我感觉听你刚刚说那些 都很美好啊 对 是大概我们相处 到一年的时候 她就有意无意的总说 想要结婚这样的话题 因为她家里是农村的嘛 她的同学呀 小时候的那些小伙伴们 家里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然后她也挺着急的 嗯 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呢 我二十七 她二十九 大家年龄都也差不多 也到了这个结婚的年纪 所以呢 我就专门回家跟我父母 把这个事情说了 我爸还好 我妈当时就炸了 她就是坚决不同意 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 嗯 她们家是农村的嘛 嗯 真的就是那种靠地 靠中地为生的 然后家里的厕所呢 也都是汗厕 嗯 我爸妈呢 就是 我妈说 以前 好不容易打拼 一路走到城里来 在这里安了家 怎么能忍心 让女儿再嫁回去呢 我妈是觉得 我根本就是受不了那个罪 根本过不了那样的日子 妈妈怕你受苦 你自己在乎吗 你在乎她的家庭 在乎她的出身 我不在乎 因为我是看好梁哥这个人 我觉得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 真的就是喜欢 不是因为你家里多有钱 或者你有什么 什么样的这个高学历 那个家庭条约有多好 嗯 所以我才跟我爸妈说 认真的说了这个事情 但是你妈妈和你说 因为她是农村的 你有遇过吗 嗯 我也想过 其实她是很诚实地告诉你的 她家庭的状况 那你有没有诚实地告诉她 你家里人 对你们的那种感情 是反对的这种态度呢 嗯 我没跟她说 因为嗯 我怕伤到她的自尊心 我是想着就是把这个 把我妈说服了之后 然后再告诉她 但是 就是我们大家常说 如果爱不沟通的话 就会打折扣 这种事怎么能瞒得住呢 因为总有一天 你们要谈婚论嫁的 是 所以说就是 事情就是 我们真的闹 闹最江 要分手的 就是在那个16年 嗯 10月1的时候 我们俩去北京玩了 然后在南罗虎巷 嗯 他从那个小店里买的银戒指 在那个街上就跟我求婚了 嗯 说希望我能嫁给他 我当时就是觉得他太着急了 因为我父母那一关 我还没有说过嘛 嗯 然后就没同意 但当时求婚的情景 我想他应该也准备了很久吧 有很多人围观吗 当时是不是很浪漫 是有很多人围观 然后起哄的人特别多 就说嫁给他呀 答应他之类的 因为我是 我就觉得 嗯 你应该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跟他说过 就是我们家里 我父母 大概的意思 就是不太看好 嗯 我在说服我 就是我没有跟他说的太明确 那当时 他这么急着结婚 除了因为他爱你 他想跟你结婚之外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同学啊 那个小时候的朋友都结婚了 然后家里孩子都挺大的了 嗯 还有他爷爷生重病 嗯 然后他说想要冲喜 哦 我就觉得就是 如果结婚的话一定是相爱的 一定是因为爱情 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难道你不答应 你们就分手了 嗯 因为分手是他提出来的 他说你既然 你说我呢 就是他被家里逼得很紧 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他的苦衷 但是他不知道 其实我被家里人逼得也挺紧的 他说既然不能结婚 那我们就分手吧 就说的很干脆 那我就觉得 那那就分手好了 但是我认为 梁哥这样的决定 我也感觉到有些遗憾 我们不能一气之下 就立马分手 对 爱情它不是自来水 想关就关 想开就开的 对呀 对 所以我就在确定 你们俩见面之前啊 就今天这个节目很尴尬的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一旦你跟他说想要见面 你说你站在那儿了 他出来了 他不抱你一下吧 气氛轰到那儿 不抱好像还不好 好像当年那个场景 对 但如果说你处在那儿了 他除了他说要抱你的话 他可能还没想抱 所以你知道你确定 你不会被拒绝吗今天 我觉得他不论做什么样的选择 都是我都尊重 我是觉得我其实有点冲动 但是联系方式都已经删除了 他不仅把我的联系方式删除了 还让我也把他的联系方式删除 那我根本就是联系不上 也没有给互相一个台阶下 其实我在背后也做了很多 就是跟我妈说各种好话 我就是想着 如果说我妈稍微松一下口 或者是她跟我求婚 就是不要说什么冲喜啊 这样的话 并没有透露说 我是想跟你过日子 我是爱你的 这样的话 主要是一直就是说 她家里逼得她很紧 我那时候也觉得 我就想听她说那三个字 我就是没等到她说那三个字 而且都是客观的 都是外在的原因 就是比如说父母逼婚啊 然后爷爷生病啊 然后年纪不小了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结婚 不应该是因为 这些外在客观的原因 当时就是因为 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 两个人都在气头上 都没有说出自己 内心真实的想法 也都没说出自己的苦衷 就这么就分手了 那分手之后呢 你为什么是过了两年 才来找她 中间你都干嘛去了呢 因为我是一直想说服我妈妈 然后我妈呢 在这过程中她就见我分手了 就赶紧给我安排 各种各样的相亲 那就是比如说像去年 光国庆节七天的假期 就相了十个 那不累死了 是啊 有时候比如说遇上 什么相亲缴啊 这些什么相亲会的 一天见十几个的都有可能 你可以不去啊 我是不想去 她就说那你这么大姑娘了 你既然跟你男朋友 对吧也分手了 然后我跟你安排 你又不去 她就会不停地在你耳朵 跟你说各种各样的话 一哭二闹三上吊 什么招都是 相亲到七十多个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说 如果说相到一百个的话 我还没有喜欢的人 如果那时候我还是喜欢梁哥的话 就不要再干涉我们了 然后她就同意了 妈妈同意了 我明白了 这个一百个是你和母亲的约定 对 如果我相到一百个 我原来还以为你是当会计的 怎么一个个算的 计那么轻 你怎么算的 这个七十多个 你自己计在本子上还是计算 是我妈 是我妈有一个 对 是我妈有一个小本子 你妈还真在计本子啊 对 然后就是计他们家庭这个情况啊 老人 老师你们都没有计算 帮我家庭背景啊 没有啊 帮我家庭背景啊 然后会画那个正字 见了多少个了 经常会说我 你看你这都见了第六十几个了 怎么就不行啊 人家哪都很好 你心目当中有一个对象的标准 那就是前男友的那个标准 对 因为在这过程中 我也会跟她提那个阿梁各种 就是她的优点啊 她的好啊 我就说你看如果是阿梁的话 她就不会这样对我 后来妈妈是什么时候跟你说 她同意你再去追求你的前男友呢 嗯 就八十多个的时候我就跟她说 我实在是太累了 她也累了 嗯 对 现在是她又说那你要是实在不满意的话 你再相十来个是吧 到一百个 对那我们还是按之前的那个约定 你如果还是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医了你了 我妈 其实她也松了一口气了 因为再这样逼下去之后 我们我也要疯了呢 我感觉你妈妈到了你相亲一百个的时候 她终于相信爱情 她同意你去追求你的爱情 但是两年发生的是很多 你们都是试婚青年 你怎么知道你的前男友梁哥 她现在状况怎么样了呢 假如她已经结婚生子 那么也许她会抗拒你 她也不会来到今天这个舞台 所以来这个节目之前 我已经跟节目组的导演说好了 如果说她已经结婚了 嗯 如果是或者是有女朋友了 就不要叫她来了 然后我在此呢 只是想把两年前 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同意结婚的这个原因 告诉她 我有一个女朋友真的是好闺蜜 她用十年的时间证明 她妈妈当年就不允许她们两个结婚 但她也没有跟别人谈恋爱 说好我能不能两个甚至可以分手 但如果再谈恋爱 我还是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 十年两个人终于扯这儿了 所以她其实也在用两年 再跟她妈妈抗拳 她妈妈就像你说的那一刻啊 在你一百次相亲之后 你妈妈终于相信了爱情 但是莉莉 如果此刻的梁哥 我们的人去找了 她真的是结婚生子 你会祝福她吗 那就说明我们没有缘分 我当然要祝福她 祝她幸福 今天你来带这个花束的意思是 如果她来到现场的话 就说明她还没有结婚 那我就想向她求婚 你当年就应该这么勇敢 那今天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去帮你找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短片好不好 凤林兄弟助力重逢 我是重逢使者燕林 根据莉莉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得知梁哥在分手之后 便已经从原单位离职了 但是莉莉告诉我们 梁哥最好的兄弟马哥 在郑定县做理发师 但是具体在哪儿并不知道 2010年郑定县的人口普查人数 是46.7万人 我相信在这46.7万人当中 从事理发师职业应该并不多 而且当地理发师圈子当中 肯定会有人认识马哥的 那我现在便带着 康美三七粉的祝福 前往郑定县展开寻找 郑定县的理发店还真不少 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 有几十家之多 但是莉莉告诉我们 马哥的店评价还不错 我觉得我可以从网络上 评价较好的店入手 展开寻找 我想跟您打通一个人 就是 是在这个郑定县做美发的 叫马哥 就好像大家都这么叫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们是做什么呢 我们是吉林维师 好久不见栏目 是一个寻人的节目 然后这次想找的人呢 没有直接信息 但是知道他有个 特别好的兄弟叫马哥 然后在郑定县 就是开里帕店的 我们店俩就签马呀 真的呀 好 时光流逝 真情永在 让我们静静等待 时光之门开启 如果他来到现场的话 就说明他还没有结婚 那我就想向他求婚 他说如果他还没有结婚 如果他心里还有我的话 我们是否应该给彼此一个结婚 不可能出来了 没有 没有 你们觉得会出来了 不会结婚了 我也觉得结婚了 我觉得可能等他不结婚 要是我 我不结婚 那我在心事 即便没结婚也没来 哇 哇 你如此安排 曾教人无奈 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 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 而我渐渐明白 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 谢谢 你还好吧 还好 你还没结婚了 你等待 但懂得珍惜以后回来 却不知那份爱 会不会再 没有 太好了 那我今天下次求婚 但是我知道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好久不见 现在继续 好久不见 由康美药业康美三期粉 独家冠名播出 康美三期粉 看得见的好品质 你还好吗 还好 你还没结婚了 mejorar 那我今天向你求owej来 有多少人 有多少养 ster的等待 等待晴天 求婚这个事情 还是由我来做比较 好 莉莉 经过这么长时间 我发现 我内心向往的 其实不只是婚姻 而是有你的婚姻 我希望从今以后 让我来照顾你 爱你的辈子 不再让你收点美食 不再让你为我掉一次眼泪 莉莉 我爱你 你愿赞给我吗 我愿意 太好了 恭喜你吧 恭喜你吧 梁哥这两年之间 都没有交往过 任何一个女孩子吗 不可能 对 其实也有 这两年也有其他人 给我介绍几个 然后相处一段时间 但是感觉都不够动心 然后也没有结婚的欲望 感觉我心里面还是有她 我感觉过了这么长时间 然后我还是忘不了她 然后所以我今天才来找她 两个人都成长了吗 两个人都成长了吗 你就看莉莉的表情 都变了 我觉得是她现在那个 在等她那一刻 我特地看她的精索回头 她现在笑得就好开心 还好莉莉也更勇敢 还好这个结局 还是挺原版的 我们今天都特别开心 今天这个 看得见的圆满好结局 你一定要配上我们 看得见的 豪平日的三期粉 我一定要送给你 我一定要送给你 谢谢 杨哥你要知道 莉莉家人的这个同意 是她经历了100次相亲 有心机的相亲 她是心里头想着你 然后跟她妈妈 用这100次的相亲 磨掉她妈妈 对你们之间的 对你们两个人的反对 然后才有了今天 也就是你 是她100个人里面 挑出了一个 叫百里挑一的爱人 今后的日子 你要好好对她 好好爱她 肯定的 肯定的 哇 真的是恭喜你们 那今天在这个 圆满的程度 也为你们送上 我们的小礼物 每次也可以送给你们 双方的父母 康美药业 提供的康美三期粉 送给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